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 拖着装满食材的小箱子 来到党中央会议室 桌上摆满前一天深夜备好的料 王婉玉要用着小小电锅 为外头忙着顺后收尾工作的同仁 煮出三彩一汤 在底下的锅子里 放入猪肉和红白萝卜切片 做成萝卜排骨汤 第二层放上花椰菜玉米笋 最后是蒜香蒸虾 一口气结着三道料理 再把支持者送的鸭赏切一切 简单营养的电锅菜 也成为这四年 在立委和妈妈身份 忙奔波的王婉玉最佳法报 那就到选举结束那一天 小孩子就大哭 他们觉得很失望 后来半年其实节奏是非常紧凑 所以配搭他们时间非常非常少 但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觉得说 妈 有没有都好 反正没有 就妈妈就可以回来陪他们比较多时间 但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在乎 想不到的是 孩子这么想要自己赢 完完欲谈起 在新竹县选战落背 如今卸下立委身份 生活也有很大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不能停下 和实力一起前进的脚步 我觉得这到了一个非常需要 重新整顿之后再出发 甚至是相似二次创党的可能性 其实也不能停留在感伤或是难过 更需要的是 会来检讨这八年来 遇到了什么状况 聚焦2026能够有 10到15席的地方议员 然后再不只是在新竹市 在更多地方有党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明确 也是具体一定要达成的部分 学着拍影片照片 经营自媒体 吸引更多新群众了解实力 塑造政治人物鲜明形象 毕竟实力政党票没过3%门槛 面临断炊 转型也成为下一个年度 最急迫的课题 王婉玉还有意争取 下一任党主席 这部分我们也在评估当中 但是我会选决策委员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决策委员之后 推举出来的党主席 虽然没有3% 但是社会好像有一种心情是 突然有点意识到 没有时代力量的立法院 有点点不太对劲 所以选后的支持 反而是我们创当以来 最大的一波的入党潮 和捐款支持度 你每天机会都可以来一条吗 民众的支持暖暖的 王婉玉也和党工 开心享用最加强的味道 尽管新年后 中央党部可能要搬家 但也代表全新的时代力量 正要开市 明星转阳新方出海 看不到